口罩一片難求 帶民眾來到五金大賣場 或加上掛著活性炭口罩 已經快賣光 每個人限購五個 口罩包裝最底下 標榜可以用於醫療 這個寫醫療的話 就是我去醫療也可以用的意思 應該是N95 那個防護力滿強的 對啊 因為像我們弄口罩 可能一個五塊吧 你那個一個五十 那防護力他好差 藥局口罩一片五塊錢 但這款宣稱具有醫療用途的 活性炭口罩50元貴10倍 店員說當然比較好 還是N95等級的 來到另一間五金大賣場 或加上販送另一款 氣罰式活性炭口罩 用途同樣標示醫療用 醫療的也可以用 可以 這個可以 對啊 它就是N95 兩款活性炭口罩包裝上都說 過濾等級達到N95 用途建築工地 騎車醫療等等 但正反面都沒有醫療許可證字號 到衛福部官網查詢醫療器材 輸入兩款活性炭口罩 中文品名和製造商 衛福部通通查無資料 根據藥事法69條規定 恐怕涉嫌違反非醫療器材 宣稱有醫療效果 可開罰60萬元 基本上我們是沒有查到 在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這一邊 醫材設施的這樣子 一個許可證號 顯然它就不符合 所謂的醫療級的口罩 這樣的一個說法 醫療口罩民眾搶翻天 跑到五金大賣場 以為挖到寶 但不具備醫療效果 多花錢卻變成怨大頭 記者國產王書宏高雄報